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风云会 今天的主角属于中国乒乓球队 首先欢迎李孙之导和丁宁来到我们现场 当然今天的嘉宾不止他们两位 从现在开始到15点55分 总计90分钟时间属于光荣的中国乒乓球队 刚才片子介绍了 大赛刚刚结束 昨天总结会刚刚晚 我们其实是扮演了一个稍微让大家不是特别舒服的角色 本来假期可以早点开始 但是今天只有在风云会结束之后 大赛可以开始一个相对从容的假期 其实世平赛已经形成了某些惯例 就是拿着冠军来风云会 虽然去年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我们期待的风云会 但是今年我们可以从容的把大赛当中的诸多故事 跟大家分享 刚才李孙之导一进眼眸室 我们对面的大屏幕说 这照片不错 这照片你看我们人全 脸也全 笑容也特别好 其实对李孙之导来讲 这个位置对你来讲 是特别珍贵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是一个队伍的统帅 他率先把奖背捧了起来 对这一刻 你应该在自己的乒乓球直调上下当中 也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吧 是这样我觉得作为教练员其实这是我们一生的梦想 我刚才算了算我是从44届开始就参加时评赛已经11届了 哪一年 1997年 1997年 21年 22年 20对22年 一直参加时评赛 而且其实作为主管教练 不管是从世界冠军包括奥运冠军自己分管队其实也拿了很多 但真正站在这个位置上高举去奖杯 这确实我是头一次 而且当时 其实这是我从干冰棒球以来 特别是当教练以来 其实这是我一直在梦想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景 高光时刻 是的 因为以前的三个大马冠无论怎么拿 你也不能一块上领奖台 人家都是自己在单打能领奖 主教练很难登上领奖台 但是这一刻 当时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人生巅峰的感觉 这一刻的心境都完全不一样 是的 但是其实真正你 我现在后来回总结总结 就是你真正你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 特别特别的那个什么 真正拿到那时候 其实我反正心里是平静的 还是平静的 就包括跟过去那时候拿奥运会冠军 包括付出了很多很多以后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享受到这个人类 对 我看转播的时候 我看您最焦虑的是 别打上脸 陈梦你往那边 那一刻希望是大家人权 这个笑点都是全的 刚才说了你22年的视频才能经历的 那我们盘子盘子 丁宁 你是多少届了 应该是多少年了 我是从09年 但是第一次参加的是单向 从那个大家都知道 从莫斯科嘛 10年是我团体赛开始的征程 那个征程那个起点相当特殊 当时哭得像泪人一样 对 那个之后我们实现了四连关 20次的考避轮 这些成绩都是非常耀眼的成绩 这次比赛前 其实大家都觉得 哎呀 女队肯定多管 没什么可说的 是吧 没有什么说 只是对故事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能会有所期待 结果 其实我们认为不会变 这个大家心中是非常有底 结果不会变 其实我们还是 不管从教练还是运动员 其实这种信念 我们还是始终是坚持的 而且我们确实 现在具别了这种实力 但是呢 我们在对这个场上的 出现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有预先的一些 进行了一些这个预判 你包括封闭训练 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训练 包括日本队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改变 因为现在日本队呢 应该说他的整体实力 还是很强的 而且他每个人也比较平均 而且各种打法呢 搭配的也比较合理 而且也比较年轻 冲劲也比较强 他整体实力 过去呢 他跟一些外国队呢 跟咱们主要的一些 外国的主要对手 他们只是略占上风 但是现在呢 应该说他们 暴冷的输给外国队的机会 不太多 不像李约 李约奥运会 咱们决赛是碰到德国队 他们德国队就把他们赢了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 不是很大 所以呢 我们也预测到他这种 这种对我们那种冲击力 所以我们还是有 针对性的进行一些准备 但是我看日本 他们可能也是 随着职业化的一些发展 随着群众基础 随着这种体制的一些变革 他们在整体上的 对咱们中国队的一些研究 他们每次跟咱们比赛 都会有很大的一些 在技战术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实现在还是2020年的奥运会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能为与筹谋 把我们自己练得更强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背后 这个眺望东京这里面 这四个字 其实是我们第二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我们叫突围 我们觉得好像在乒乓球队 虽然是寻狼环伺 但是还没有一种真正的那种 合围的感觉 好像这个实力的差距 并没有那样的接近 但是眺望东京 一定是大家心当中 最明确的目标 想问丁宁 我们在看到这个小枣 输掉了决赛第一场比赛之后 所有的朋友圈当中都会说 东京奥运会的决赛 提前上演了 那个气息 跟普通的市井赛 一定不一样吗 有一种气息抖转 心情抖转的那个时刻 确实我觉得 对于当时自己来说 确实当时真的非常的紧张 就是自己虽然以往 参加很多次比赛 也觉得紧张 但是那一刻可能 我自己可能 也有可能是因为 自己在半决赛当中的这种发挥 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面对决赛的时候 自己上场之前 就是感觉腿都有一点打软 上一次打软什么时候 都 我感觉好像 在我印象当中 我好像没有太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 当时确实在赛前的时候 感觉心一直在跳 就是 跳得很快 但是其实 当我自己真正走上球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我挺平静 真正在赛场上 听说那比赛前有人刺激你 你不顶住谁顶住 大门冠必须顶住 这种话滚用吗 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 还是一种激励 对 因为自己现在所承担的 或者说在队伍当中 其实包括离职 也一直在去跟自己去说 就是 作为一个核心和领军 你应该有你自己 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就是 我觉得所以自己 在半决赛中没有发挥好 还是感觉很自责 所以当时去打决赛的时候 也是抱着 一定要去全力以赴 去展现出自己的这些 听说离职在集训的时候 他们不爱练什么 你就练什么 是吧 比如说他们不爱练 小小咱练 咱练的四十台不少 这个球员在您心目当中 肯定会有一个稳定值 现在的状态的一个排名 您跟我们说说实话 真的视频在开始之前 丁宁在这队伍当中 你也得排第几 名气肯定最大 成绩肯定最好 但就这一届之前 他排在您心目当中第几 应该说 他们特别是丁宁 始终在我心里 应该是最稳定的一个 最稳定的一个 你看问题绕开了 问题已经绕开了 不说排名 说稳定了还是 因为他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 因为咱们是团队出击 其实在我心里想 一人拿一份就够了 无偿比赛 对 无偿比赛 只要咱们拿到三 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丁宁 应该是肯定是最稳定一个 就包括他 办公赛输了以后 我们准备会都没开 其实后来大家才明白 闹到半天是为了丁宁 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丁宁了 其实丁宁只要是说出来 只要是说出来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就没问题 就怕他闷在那不说 结果我们那天晚上 我们三个教练在那商量 说今天晚上咱们不研究日本了 咱们就把资格让他说出来 完了以后 就是开始让那个 后来朱宁林说 说你都让我们说好几遍了 其实我就是想让丁宁多唠叨叨叨 那丁宁当时唠叨叨叠什么呀 我肯定是唠叨的以前说过的 还是真说的一些 大家从来没听过的 你说给别人听 也说给自己听 其实还是因为当时半决赛打完吗 然后第二天也要面对这个决赛 所以其实当时还是自己先去总结 半决赛的这个出现的问题 然后也是我觉得 也是表态吧 因为自己知道第二天 要马上进行这种决赛 如果自己当时的这种心情也好 或者状态表现的 就是可能很不好或者很沮丧 那么其实会影响到团队的这种战斗力 或者是凝聚力 所以当时自己也希望能够让教练们 包括队友们能够就是说更加坚定 或者是对我放心吧 信任我 对对对 我没问题 对就是所以自己当时也是把自己的想法 就是很主动的去和教练们去说出来 然后所以我觉得效果还是很好 当天这个是低烧是高烧还是高低烧来回的 是当时又听说你发烧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发烧吗 没有没有 哎呀这真报道害人了 真没有发烧是吗 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这种体温上的变化是吗 没有没有 那就那就那是世界杯 那个是世界杯 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包括他那个脚 包括那脚 后来我看网上也说什么 其实他包括那脚也没有什么 就是那个地涩了一下 OK 涩了一下 其实他自个儿 叮咛也没有说什么 我看有好像报道的说 说的伤了 其实没有什么 所以这就是风云会这节目的价值 我们得把很多真实的情况给大家分享 但是叮咛我相信这次是 是平台之前 你一定会对这个过程有了复杂的准备 因为我相信2018年春夏之交的叮咛 一定不是乒乓球状态最好的那个叮咛 这种困难的准备能预想到半决赛 说这么关键比赛 你上一桌输 这种情境有过心理上的一些预判吗 说实话 其实自己也做了可能会输球的准备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可能是在半决赛中对香港 就是会打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自己确实这样就发挥的不好 所以自己当时觉得很不应该 但是这一场比赛也是给自己当时是 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也是让我重新在那一瞬间 可能也激起了我的潜力和斗志 虽然状态并不是最好的时候 但是自己当时也是因为这场比赛 我觉得心情思想内心的那种力量 我觉得又重新找了回来 离止应该比我们更能看懂比赛发生的过程 这过程当中您读到的丁宁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定音 是不是也是最近几年难得一见的定音 是的 因为我昨天开准备会 这个总结会的时候 其实丁宁我从七岁的时候就看到 第一个见的就是他 我们当时在大庆封闭训练 那里是20年前吗 97年 曼特斯特完了以后 他七岁 刚学打球 我们国家队到那时候 把他训练场地站了 天天在我们训练馆里玩 跑 那时候我就认识他 就是你看这么长时间 其实现在看来 我还是没有特别完全的去了解他 还是没有完全 其实在这个比赛之前 他的主管教练一直在提醒我 丁宁越好的时候你要小心 就是陈宾陈志导 陈宾陈志导 他说丁宁越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小心什么 就是小心他可能会出问题 他因为他封闭训练一直表现得非常好 应该说 我到现在还一直认为 就是说拿完大满贯以后 他从16年到现在 应该说他表现得非常积极 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些 一直到17年都是很完美的丁宁 好